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在一艘叫做马尔万一号的货船上收缴的 当时这条货船在阿曼湾航行 准备把一批武器弹药运送给胡塞武装 这批武器弹药并不是最近拦截的 而是在2022年12月9号之前 在中国调停伊朗与沙特关系之前发生的 因为从那以后胡塞武装就与沙特停火了 伊朗也没有再向胡塞武装秘密提供武器弹药的必要了 在长达几年的野门战争中经常传出消息 美军在波斯湾拦截了走私船 上面装载了伊朗提供给胡塞武装的各种武器装备 其中大多数是轻武器 包括步枪 机枪 火箭筒 弹药 也有少量伊朗自行研制的导弹武器 美国通常把这些被扣押的武器弹药用来支持颠覆活动 目前美国因为两党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意见不统一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的援助了 上一次援助还是在2023年7月份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就包括被美国法律划归为违禁类别的大杀伤力的极数弹药 与此同时 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军火交易却一直在进行 特别是伊朗向俄罗斯转让了建政者136无人机的生产技术 俄罗斯利用自己在航空航天方面的技术储备 对这些无人机的设计和工艺进行改进 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威力 因此美国把缴获伊朗的武器弹药提供给乌克兰 不但是为了补充乌克兰的军火库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故意恶心人 既然俄罗斯用伊朗武器来打击乌克兰 那也让乌克兰用伊朗的子弹去设计俄罗斯的军人好了 因为历史的原因 伊朗军队配备的轻武器是兼容东西方两种体制的 在伊朗的阅兵事后军事演习当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伊朗军人手持不同制式的枪械 相应的 伊朗也建立起了不同口径枪弹的生产线 因为拥有比较丰厚的石油收入 伊朗的枪弹产能还是相当充足的 否则也拿不出一百多万发来提供给胡塞武装 美国的这批所谓的军事援助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羞辱俄罗斯和伊朗 但也确实解决了美国常规武器弹药产能不足的兰提 美国的法律允许私人配枪 所以美国的枪械工业和枪械交易是十分的发达 市场上并不缺少枪弹这种物资 但是民间对枪弹的需求与异常战争的需求相比 那不是一个量级的 美国的枪弹生产产能无法满足乌克兰战场上的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美国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 在军事援助上 向南市财大气粗 很少会把轻武器枪弹这种小规模的军援 拿来说事 拿来宣传 如今美国为了控制欧盟消耗俄罗斯 不顾自己已经作俊剑走 仍然要不断的向乌克兰输血 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战斗 不但弄得美国国内乱成一团 国际上还遭到越来越多的指责 可见美国的全球帝国之漏是越走越窄了 好 这句话节目就说到这里